大家好 我这颗小小的仙人球 今年已经开过两次花了 这一次花是第三次花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 让它生长得更快 一次开花是几个 就是通过这家的方法 为什么开花量这么大呢 上盘的时候就释放了这种 长小的磨肥 因为这种磨肥含有丰富的 零元素、美元素和中微量元素 使用简单直接和 摄影球的根系接触 不会烧根 因为磨肥 有一种特性 它是根据 摄影球需要养分的时候 才会释放养分 摄影球 需要养分的时候 会释放出有机酸 来分解 土壤中的 有机质 释放出养分 磨肥就是根据有机酸 来释放养分 特别收好一些伸索的花友 首先准备好一把刀具 把底部的摄影球 切一个出来 通过卷夹 然后 这个火龙果 太高的话 可以中间剪断 然后把这个线球 削平 线球的随心 对准火龙果的随心 就可以了 拿一个橡皮筋 给它固定起来 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的一个 养护方法 然后呢 就是把它放在 阴凉 通风 良好的地方 让它快速的 预合伤口 千万不要让这个伤口 碰到水 通过接接的方法呢 能让它 快速的生长 一个月就能 长成一个小车 开花十几多 好 再见 再见